欢迎分享红烧甲鱼 OK我们红烧甲鱼的材料都在这里 刀工不重要啊 烹饪过程才重要 所以切这个过程就免掉了 甲鱼 宰散好的砍碎 这个是红葱头 姜 切成三角形 蒜头 也是一样 切成小块 辣椒干 南方朋友不喜欢的话 可以不放 这个是葱段 最后撒面 这个蛋蛋呢 不是黄霸蛋啊 是鱒鱼鱼蛋 吃啥补啥 这个是鸡爪 跟甲鱼一起炖煮的时候呢 它会发挥更多的胶原蛋白出来 让这个汤汁更加浓稠 我们只需要一点点辣椒干就OK了 什么八角香叶 全部免掉 多够余的 因为放了那个香料呢 就把这个味道都夺走了 好OK开始 点火 起锅烧油 两勺 先把姜 红冻头 蒜 把它爆香了 姜蒜炒至金黄色 香味已经出来了 把鸡爪 还有爪鱼 放里面 翻炒 炒香以后 米酒 淡凉 把它炒香 生抽 生抽一汤勺 继续再炒 把香味激发出来 炒香以后 放水 水一定要摸过表面 接着放入辣椒缸 还有鸡蛋 蚝油大概两汤勺 盐大半勺 我们就只放蚝油生抽就OK了 什么酱什么酱的都是多够余的 焖七八糟的酱料呢 只会把这个鲜味给夺走 OK 加开 调成中火 焖它大概20分钟 好我们炖煮时间大概20分钟 开开 嗯 太香了 关成小火 我们先把甲鱼这个壳 先挑出来 还有这个水鱼头 还有这个漆条 也夹起来 大火酥脂 老抽最后放 嗯 太漂亮了 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尽量这个汁 留在锅里 这个汁啊 基本上不用勾芡了啊 因为鸡爪它很浓的胶原蛋白 就煮成这么浓稠了 我们浇到表面 把葱撒在表面啊 散散发亮 OK 最后烧一分钟 把砂锅烧热 因为这个热着吃才好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们砂锅是起到保温作用 大概烧一分钟就可以开始了 好 OK 好了 我们这个红烧炸鱼就OK了 先给大家尝一个 先给大家尝一个 裙鞭 太漂亮了 嗯 非常软弱 味道不错 嗯 这个胶原蛋白很丰富 连嘴的 OK 煎 好 这一次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们 一天三连 上期再见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